含淚點蠟燭表示哀悼 我們來看看相關的畫面 就可以看到普清的神情相當的哀傷 眼眶也好像泛著淚水 這樣點上了蠟燭來表達哀悼 因為有超過百人 140多人 這樣子在這次的恐攻當中不幸罹難 所以他就是點蠟燭來表示 他對於這143個人的一個懷念之意 那當然這個俄國的媒體 他也有播放出來 普清在處理這個襲擊案的一些相關的聯繫畫面 我們來看看 好所以現在其實俄羅斯上下都是處於一個非常哀奇的氣氛 那克工也是下了半期致哀 普清甚至是講說 所有實施者組織者跟策劃者都將會受到嚴重的懲罰 那在莫斯科這一個音樂廳的外頭 也出現了仙鶴的投影 也是在悼念遇到這恐怖襲擊的相關的遇難者 那在這個大樓的外頭有看到 因為其實這一個 等於說這個音樂廳的命名當時是用這個仙鶴來命名 那這個仙鶴的故事呢 就是在紀念士兵死後變成了鳥兒的一個俄羅斯的歌謠 所以他們現在又投影上了仙鶴 在追思這些遇難者 那其實在這個現場外頭 也有很多的民眾排了非常長的隊伍 去擺上鮮花 鮮花都已經堆成了山了 那這樣子冒著雨去悼念 所以其實對於俄羅斯來說 真的是衝擊的非常的大 那但是你看看 這個美國的媒體 有時在這時候講說 哇 普京無所不能的神話破功了 這一次的攻擊事件 讓日前仕途藉由連任成功 向俄羅斯人民以及全世界展示大權在握的 普京破功了 他號稱無所不能的安全機器 居然沒有能夠阻止俄羅斯近20年來 死傷最慘重的恐怖攻擊 就美國媒體還在忙著唱衰普京 所以讓大家想說 這個就會有一些人聯想 這難道跟這個美國沒有關係嗎 難道這個美國媒體 在這個時間點還這樣子說話 是不是有一點冷血了呢 那另外還有這個畫面曝光 這是俄羅斯恐攻的嫌犯 滿臉是傷的出庭 這個法院才一定要還押 因為對於俄羅斯來說 他們好像沒有死刑喔 所以他們並沒有辦法 處決這些嫌犯 現在只能就是以無期徒刑的方式 但是在網路上面 讓大家非常訝異喔 就是這段影片我們就不播放了 因為怕有這個引導之嫌喔 就是說竟然有出現這個音樂廳的這種恐攻遊戲地圖 然後這就是好像模擬裡面所有的地形 全部都好像跟俄羅斯的音樂廳是完全吻合的喔 那這個裡面的人還有幾個是跪在那邊 然後是怎麼樣的恐攻行動 人家想說這難道是一個先勘察地形的模擬嗎 另外在X上頭也流傳了一段畫面 就是15歲的少年他其實是在這個音樂廳的衣帽間兼職 那當他在混亂當中看到人群就是被卡到這個死胡同的時候 他是趕緊挺身而出喔 把大門打開來 所以救了一百多條的人命 在X上面這段影片大家也在流傳當中 那現在俄羅斯也對他頒發了勳章喔 就是說啊他這個很勇敢 讓一百多個人可以倖免於難 另外看看美屋現在是趕緊就是喔 說這不是我們做的像是 哲倫斯基有講說啊你普親仕途要指責烏克蘭喔 美國白宮也強調說這不是烏克蘭做的 布林肯說啊我們的確就是對於這個恐攻的事情 感到覺得是令人罰指 那美國也跟俄羅斯的人民是站在一起的 可是俄羅斯不是這麼想喔 扎哈羅瓦這個俄國外交部發言人 他說哲倫斯基是唯一把恐攻歸咎於俄國的國家領導人喔 伊斯蘭國只針對美國的反對者發動襲擊 真是無巧不成書 所以他們認為美國為烏克蘭的任何辯護言論 都應該被視為是犯罪的證據喔 那可能也包含了像是紐約時報那樣子的講法 都會讓俄羅斯覺得說 這起事件是不是跟美國會有關聯 所以他們有這樣子的一個猜測 那前CIA的專家就說沒有啊 你不可以把這個嫁禍到烏克蘭喔 這可能性是不高的 那我對於這個是否為俄國的假期行動 抱持一個質疑的態度喔 那普欽現在目前的地位很穩固 是沒有必要這樣子來做啊 就是因為有人在講說 啊會不會是俄羅斯自己 自己這個搞這一起行動 是要剝取大家的同情啊還是什麼 他是說應該是不至於會這樣子 但是現在歐洲挺緊張的喔 他們就講說法國跟德國啊 因著這個俄乌戰爭已經 這個團結已經破滅了 那馬克宏看到這一次的恐攻行動喔 也說要加強保安措施 那他的安全團隊裡面的一個消息人士講說 從去年夏天以來 馬克宏就一直隨身帶著幾個大塊頭喔 人群中行動的話 他們會阻止人群晉升方面 有更明顯的一個作用 那另外還有警方也表示說 這個愛麗社公裡面 負責馬克宏安全的小隊已經升級到紅色警戒的狀態 而波蘭現在目前也是跟俄羅斯有一點鬧僵了 因為俄羅斯的飛彈竟然進入他們的領空大概兩公里 所以他們就就是召喚了俄羅斯的大使說 需要來說明一下 還要求要解釋 應該要停止發動這樣子的恐怖攻擊 現在感覺歐洲的確不平靜 難道這場戰爭要擴大 我想俄羅斯現在已經在取證了 把這個事情調查得清清楚楚 我想他只要掌握一點證據 具體證據 就是說證明是烏克蘭幹的話 我想他的反擊力道一定會非常大的 這個就變成 他在等於說全俄羅斯人民的支持下做這種事了 而且普丁我想從他的事後 這個發展發現以後 他的全國的講話 他已經充滿了憤怒 而且他說一定要對這個發動者 舉行最嚴厲的報復跟制裁 這個他話都已經講了 所以現在只是在取證 當然就是說他一開始也就講說 這些恐怖分子被抓到 他們正好要往烏克蘭那邊走 而似乎烏克蘭也準備了一扇窗戶 開了一個窗口 要準備接應他們過去的意思 所以這個時候 就是說他心裡面 不知道是不是已經有證據 還是心裡面已經從邏輯推論 已經就認定是烏克蘭了 不過這裡面我想就是說 美國 烏克蘭他沒有說是誰 因為這個所謂的 這個伊斯蘭國 這個叫這個好 伊斯蘭國他中間的一個分支 他這個ISKS 他這個事實上是在阿富汗附近 阿富汗跟塔吉克附近 邊界附近的一個極端的回教組織 那麼當然他們對於回教 就是說這個伊斯蘭國在敘利亞 跟俄羅斯的這個衝突 他們當然是中間是有怨恨 不過就是說他們也承認了 他們立刻就承認了 那美國就立刻就認證就說 沒錯就是ISKS做的 你知道 那基本就是說 而且美國還講一句話 絕對不是烏克蘭做的 嗯 所以我想現在就烏克蘭對 俄羅斯對這些表態 他基本上只有一句話 我想這就是 就是扎哈羅他講的 他說美國為烏克蘭為任何 美國為烏克蘭任何辯護的言論 都將被視為犯罪的證據 對 所以這話也講得非常非常 怎麼講 沒有彈性了嘛 對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這個如果在未來的幾天 甚至幾週之內 俄羅斯對烏克蘭進行 非常重大的打擊 這可能也不會是例外 也不會是意外了 那這個對整個俄烏的衝突 那整個歐洲的整體情勢 甚至歐洲跟美國的關係 美國跟俄羅斯的關係 很多關係都會受到 很強大的震撼 所以歷史常常就是一些 突發的事件 它會導致整個發展的方向 急轉直下 或者說變成一個螺旋式的上升 這些都是我覺得我們要 我們要很小心很密切 都去到了中國大陸 那他們去參與的是一個 中國發展高層論壇 其實不止美國 世界各國 世界500強的企業 還有全球工商界 100多位的嘉賓 都去到那邊大咖雲集 那所以我們看 最後是李強出席 他提到一個更開放的中國 必然為世界帶來更多 合作共贏的機遇 講給美國聽 現在中國大陸是更加的開放 更加的有這種合作的機會 那他也願意世界分享 中國持續發展的機遇 讓各方攜手來創造 共同發展美好的未來 所以這個中國大陸 現在主打一個這個 共創雙贏的 共贏的一個方式 那還要來擴大內需 來促進創新 他說中國大陸在長期經濟 這個基本面上面 向好的這個基本面 是沒有改變的 而且宏觀政策 發力的空間也比較大 就提到了新值生產力 今年真的是非常提到 這個關鍵詞 那美國的CEO也說 這是一個良好的氛圍 現在看到了這個美國的國務院 還有中國大陸的外交部 兩國的商務部的一些對話增加 那商界其實也非常期待 就是跟中國大陸這樣子的一個合作 代表說美中的關係 是不是從谷底稍微反彈了一些呢 那庫克跟這個蘇茲峰 也是這一次的一個 蠻重點的一個嘉賓 首先先看王文濤 跟這個蘇茲峰的碰面 這邊這個他有跟美光啊 高通啊還有SK海利市啊 一些這種外企的高層都有見面 那跟蘇茲峰的碰面啊 那他也講說希望中美能夠共同努力 為企業提供穩定的預期 蘇茲峰講了一番話 也表示說他對於中國大陸的市場的重視 他說中國是全球戰略 他們非常重要的一個組成的部分 那將會加大對於對華的投入 對於中國大陸的投入 還有呢本地合作夥伴的合作 也會更加的深化 來提供這些產品以及服務啊 所以不能夠離開中國 這是他講的 那還有這個庫克這幾天 在中國大陸的新聞真的非常的多啊 甚至他直接講說 我愛中國 我們來聽聽 對很多人講說啊他可能也是因為這個 iPhone現在銷量啊畢竟比較下滑一些 所以他很積極的在這個中國大陸的市場裡面 這個走動以及展現他的親民啊 那所以有些人就跑去跟這庫克合影留念啊 在這個論壇上面 但是亮點被人家發現啊 你看看 這個女子手持華為Mate60跟庫克合照 哎呀這不是有一點不給面子嗎 你怎麼不是拿iPhone呢 所以這個華為哦 當然拿華為來跟他合照的人還真不少哦 非常多媒體都捕捉到這個華為跟庫克 一起合影自拍的這些畫面啊 那的確現在華為在這個勢頭上面真的 這個等於說現在看起來中國大陸哦 也是用華為來帶頭反殺美國 金融時報就報導啦 這個北京現在對華府出手 要求說大陸官方的一些機構 不得用Intel跟超微處理器的PC跟伺服器哦 所以這次超微也趕緊來了嘛 那他們說現在要減少採購Windows系統 那要加強就是用自己的華為的系統哦 那還有呢華為現在申請專利已經連續七年 這都是全球之冠 前30名只有這三家哦 他已經連續七年都是這個專利的冠軍寶座 前30名當中南韓大概只有佔了三家 那所以高通啊什麼都被他甩在後頭 那再來就是大家聚焦 去年在大概八九月的時候 大家都在講這個Mate60嘛 當時雷蒙多去 這一波這個Mate60的話題就被炒熱了 現在又有新一代的就是接班Mate60的P70出貨 說上看一千五百萬隻哦 而且說他這一次哦可以提供更top的這種相機的 這個等於說重返相機領域的一個重任哦 那因為Mate60現在已經停產了 所以現在更強大的P70下個月就要這個在大陸這邊上市了 也是讓這個大陸的民眾非常的起 我想呃中國大陸現在面對尤其美國啊 呃這個帶頭啊 不只是美國做而且把這些他的歐洲啊 還有日韓的盟友一起來對中國大陸進行啊 技術啊 還有這些科技的封鎖 然後另外一方面呢 把自己的個市場啊把它關閉起來 禁止中國大陸啊 對中國大陸產品採取保護主義啊 那比如說美國就講明啦 我不要你電動車進來啊 電動車就是百分之百 就是給你一百分之百的關稅 然後美國現在對這個三千多項中國產品的一十九點二 平均十九點二%的這個啊 關稅到現在也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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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消啊 所以一方面就是不給你計數 一方面就是說不讓你貨品進來 那一般國家照這個 其實照貿易法的規定 國際貿易法 你可以採取相對的措施 這也就是一種報復的措施 來換取對方的這個 這個好 所謂態度的軟化 那中國大陸事實上沒有走這條路 中國大陸事實上 其實很多現在在大陸投資的人 外國廠商或者有意去中國大陸廠商 因為他們的邏輯就是說 這個這個他自己的政府對中國大陸做 做這麼多不仁不義的事 中國大陸要報復的話 不是他要受損傷嗎 所以這個時候我覺得中國大陸 在政策上第一個 不會採取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 目前對中國大陸這種圍堵打壓 不合法不合理 那不合規定 不合雙邊協定的這種圍堵打壓 那麼反而他要讓這些國家的 這些投資者 或者已經要跟中國做交易的場上 要對中國政府的政策 也就是繼續加大改革開放步伐的政策 要產生信心 所以他就在北京開了這一次 所謂的中國高層發展 高層論壇 把各國的這些CEO 重大的這些500強的很多CEO 都請到北京去 當場現身說法 叫李強來對他們保證 說我不會做這種報復性措施 也不會限制你們在中國的投資 不但不限制反而還加大 然後另外中國大陸進一步改革的 這個開放的決心 那是更強 所以我覺得大陸就是要釋放這個信息 而且我想不只是一個口頭上說 實際上也在做 生了撞橋 然後整個橋崩塌的這樣的一個事件 大家看著觸目驚心 想說這難道是恐攻嗎 我們看這畫面 這畫面上面 就是在巴爾地摩的港 這邊的基伊大橋 然後在凌晨的時候 被貨櫃輪撞上之後 坍塌 這畫面讓大家覺得非常的 不像是日常生活會出現 像那種電影場景一般 所以導致有車輛 還有在上面多達20人 掉入了帕塔普斯科河中 所以馬里蘭州的州長就宣布 現在要進入緊急狀態 網友就分析 其實在撞擊之前的45秒 橋上其實看起來是車來車往的 但是這個達里號逐漸靠近大橋之後 這船上一度是變成了全黑 然後大概過了6、7秒之後又恢復 就是燈又亮起來 但是船上已經冒出了濃煙 過了8到9秒 船上再度一片漆黑 結果4秒之後燈火奉明 可是這時候的船已經接近了橋墩 後來來不及停下來硬生生撞上橋墩 然後橋面鋼鼓瞬間扭曲 導致呢就斷成了好幾劫 就是我們剛剛看到那個畫面 整個扭曲坍塌掉入水中 那CNN就講說那時候船隻是由 這個飲水人來操控 這兩名飲水人也都是在地人 怎麼會發生這種情況讓大家覺得有點疑惑 那所以我們看看這個機組人員 他們其實在貨輪失去動力之前 有趕緊求救 那他們在大概凌晨1點40分的時候 發出求救軍號 經過他們的一些趕緊的搶救措施 發現實在是無效 可能要撞上船了 因為這個撞上橋了 這個橋是他們的來往 非常主要的一個通道 那大概至少有7輛車 因此被撞入了水中 那馬里蘭州的交通局長 他們講說 就是他們跟馬里蘭州的交通局 趕快溝通 就說有一艘失控的船 正要撞上橋 所以要必須趕緊停止那邊的 來來往往的車輛的交通 但是只能說盡量把這個傷害降低 那但是我們看看 這個到底是不是恐攻呢 FBI講話 他說現在目前沒有具體的證據 或是可靠的資訊顯示 這件事情跟恐攻有關 馬里蘭州的州長 他講說 現在目前是排除恐攻的可能性 應該就是一個不幸的意外 那拜登也講就是 會來支付相關的費用 然後趕緊重建 我們來聽一下 拜登說這是一個可怕的事件 然後他後面就講說 他還多次乘坐火車 經過這一個倒塌的大橋 但是就被人家講說 可是橋上沒有連接鐵路 我就又被大家給吐槽 可能他記錯了 或者是怎麼樣的一個落差 結果就又說錯了話 那再來我們看一下 現在目前俄烏的情形 因為人家講說 這一次俄羅斯特別公開 嚴刑拷打的畫面 那是不是有殺雞儆猴的意思 因為他們官方公佈出來這些搜捕嫌犯的畫面 被拳打腳踢 鼻青臉腫的 那ISIS看完之後覺得很憤怒說 看到我們的兄弟被酷刑對待 他們說還要再發動攻擊 那莫斯科他們現在 這個用公開行求的這些方式 人家講說可能是要釋放一些訊號 也就是說跟他作對的人 是不是在對西方喊話 都會遭到嚴酷的懲罰 那你看看今天的這個惡心社就有講 俄羅斯的這個總檢察長 在談北溪管道的破壞事件 他們說就是恐襲 那也不是西方所稱的破壞行動 所以他們現在開始已經在算一些舊賬了 就是代表說他們不只是 這個ISIS-K的這個恐怖攻擊 他們其實北溪的時候 就是西方開始在對他們一系列恐怖攻擊 這兩件事情要是這樣串聯起來 是不是他們就更可以合理化的說定調 是不是誰是幕後的兇手來 這個更進一步他們的這個軍事行動呢 所以人家講說這難道是一個開戰前的訊號嗎 俄羅斯開始在向美國算舊賬了 首先我們來問一下 介老師怎麼看美國昨天這個橋被撞斷的事情 的確全球都蠻震驚的 這個意外發生的有點意外 怎麼會船上橋墩 而且這個船已經交給領航員在領航了 那而且撞得很準 那個橋幾乎是那個撞上 船撞上橋墩以後 那個橋就直接立刻斷 全部都斷掉 全部都垮掉了 所以這個發生在美國 有的人會覺得很不可思議 美國這個國家到底怎麼回事 其實巴爾蒂摩我去過很多次 我第一次去的時候 因為我那時候調華府去工作 所以人家說 哎呀 那個你來這裡 你以前在美國那個駕照不算 要重新考 我在台灣開那麼多年車 我到很多地方 我都是要怎麼講 我都是用原來的駕照換一個就好了 那邊他就一定要重新考 那這個Maryland就要重新考 那我就去考 結果他們說 那排時間比較快到巴爾蒂摩的 那個監理處去考 結果我真的是碰到第一次 我發覺 哇 這個是第三世界國家 那個監理處啊 我去那邊排隊 然後坐在那邊 每個人去那個監理處去排隊的人 都戰戰兢兢 都好像老鼠見到貓一樣 因為那裡面所有工作人員 都是非常非常的兇悍 對來來申辦的人 態度都是不假辭色 我坐在那邊等 就看一個櫃台 那個負責人就在那邊 跟他的同事聊天 就不接見 然後他就突然就不見了 半個鐘頭不見人員 那櫃台就空在那邊 就我們在排隊那邊也不敢 大家都敢怒不敢言 然後呢 突然這個 這個好 這個突然想起警報說 現在進行火災 這個好 預演 這個火災的預演 請大家立刻離開辦公室 我們就離開辦公室 就回來以後呢 他說重新排隊 我老天啊 我們排了半天 又要重新再排隊 天啊 結果呢 我好不容易搞了我一整天 到下午終於可以坐上車子 你知道 坐上車子去考試 結果第一次考試被盪掉了 我開車開了幾十年 美國考試又非常緊張 為什麼 那位考官是一位這個非洲儀的一位女士 也是非常的官僚 上來以後 好像她是 她是那個 掌以身殺大權 然後一開始 開進去以後 她一開口講話我聽不懂 我完全聽不懂 因為她完全是非以美人的口音 然後她叫我做動作我聽不懂 我第一次在美國聽不懂美國人講英文 然後呢 她最後說 You fail You fail 我最後聽懂了 我失敗了 然後我說 我真的是第一次在巴爾迪摩接受到 那個他的公務機關是那種情況 你難以想像 所以呢 我每次我看到巴爾迪摩發生這件事 我就想到美國的這個公家機關 那個巴爾迪摩那個監理所的 我所親身遭遇的 那種難以想像的 那種不會發生 你以為大家不會發生在美國的事 那種官僚腐敗啊 那種沒有效率啊 那種濫權啊 那種胡搞 那我在那邊有親身經理 所以這次發生這件事情啊 我覺得啊 你要說有基建故障嗎 可能我覺得人為人為的疏失比較大 方面看到今天波音的一個大的消息哦 就是因為一直在掉零件啊 一直在出包出狀況 所以波音的執行長跟董事長下台一鞠躬哦 他們就辭職了 那現在看起來是要用一種高層大換血的方式 來挽回客戶跟這個投資人的信心哦 但是現在股價依舊是重挫 那誰會來接任呢 據傳是由高通的前總裁莫倫科夫來接班 以前其實在中國發展論壇裡面 波音也都會是做上兵哦 但這一次好像波音並沒有參與 所以人家想說 找他的用意是什麼呢 因為他其實在擔任高通CEO的時候就喊出來 不論形勢都應該跟中國大陸保持合作哦 那原本其實波音宣布這個執行長辭職 是在年底的時候辭職 欸現在才三月份啦到年底還有很久的時間 怎麼會提前把他們就這樣請辭了呢 所以人家解讀說波音這樣的大動作 可能是要趕緊搶救一下 中國大陸畢竟是他們接下來最看重的一個市場哦 那如果信心在持續這樣往下滑 再沒有改革的話 恐怕這個到時候要救都救不回來 另外我們看一下中國大陸反制美國的官方 因為比亞迪有一個最新的成績單出來 在2023年呃獲利暴衝到 1,320億元台幣 那比起前年大增了80%哦 而且已經有第七百萬輛的新能源車正式下線 也成為全球首家新能源車產量 突破七百萬輛的車廠哦 那美國這時候坐不住啦 他就開始要指責說中國大陸破壞 這個市場競爭 所以就要開始用這個補貼法來來辦住中國大陸哦 那中國大陸就向世貿來提出訴訟 就說啊這個美國向新能源車行業提供補貼 那所以這造成了市場上面的不公平競爭哦 所以他們現在就告到了這個世貿組織去 那王毅其實也跟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的負責人見面啊 就提到了 所以美方錯誤認知哦 其實會變成兩國相處上面的一個這個絆腳石哦 他提到哈中美關係最大的癥結在於 美方把中國定位為最主要的戰略競爭對手 最重大的地緣政治挑戰 這種錯誤的認知哦 導致兩國的關係問題不斷 美方領導人所做的承諾也無法轉換為實際的行動 他甚至還跟提出修習抵德陷阱的這一位 這個艾利森哦 有一個對話 那這個經過中國大陸外交部發布 他就講到 他說中美的文化是 歷史文化是完全不同的國家 中國哲學有何而不同的思維 和美國一些人 這個非黑即白你輸我贏的二元對立思維 是有本質上的不同 因為美國看不得別人追上來啊 他最喜歡就是哦你追在我後頭 你是第二名我就要拿你開刀 甚至如果你要超越我的話 我就要伴助你哦 他說中國人的哲學並不是這樣子的 那再來看一下 柏欧論壇也在登場 對於中國大陸哦 他除了現在跟美國企業 這民間的交流不斷之外 其實他現在也要把這個中國大陸 把整個亞洲的經濟哦 一體化 然後保持強勁的勢頭 那在他們的論壇當中 有旗艦報告 包含了亞洲的經濟的一些前景啊 還有一體化的進程 所以現在估計起來 亞洲的GDP大概可以增加4.5% 而大陸就是扮演一個主要的一個引擎 那韓正也提到了 中國現在目前仍然是全球發展最大的引擎哦 所以呢將要推動中國大陸的經濟持續穩健前行 那經濟學家 這個其實是我們台灣過去的 這個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的院長林毅夫啊 他就說呢 呃其實現在國際貿易啊 呃已經成了一些國家內部問題的替嘴羔羊 指的就是美國啊 美國是不是一直想要把這個事情往外跑去怪罪別人 但是自己的問題卻不願意真正的解決呢 甩鍋給中國大陸 首先我們來問一下介老師 介老師怎麼看這個美氣真的是趕緊留下來 為了要跟習近平接上一面啊 對因為他們希望在中國大陸的投資中擴充啊 那你看這裡面不管是黑石集團 匯豐銀行他們負責人的話 他們當然著手這個中國大陸的金融市場進一步的開放 那這個商機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我覺得隨著中國大陸這個改革開放進一步啊 深化啊 事實上這個資本市場的這個啊 這個開放啊 尤其這個人民幣的這個流動性的增加啊 對於啊這個中國大陸進一步的經濟整體經濟發展非常重要 哎如果說你的這個貨幣的流動性不夠強的話 那你永遠沒有辦法跟這種美元這種完全自由這個啊 流動流動性完全自由的這種貨幣啊 做一種抗衡 那很多時候你的經濟發展成果會因為美元的這個啊 他的這種好操作啊 就把你的這個啊 這個經濟發展成果就割韭菜割走了 所以啊 我覺得中國大陸現在這個除了實體經濟以外啊 啊這種服務業的經濟開放啊 啊是他下一步非常重要的一環 嗯 那所以我覺得這一次這一次為什麼像這些好 這些大集團啊都要去開會 而且呢 呃都有所期待 當然還是中國大陸市場還是 呃放眼望去啊 眼前跟未來啊 最有發展潛力的 最有發展力的一個市場 那麼它的成長的空間非常大 嗯 那歐美市場基本上都去平成熟 哎他已經發展到一個極限了 那中國大陸的未來性是非常強的 雖然現在是面臨一些好挑戰 可是呢 都是中長期都看好 那這些大企業投資不會朝短線的 那都是都是看長線的 所以習近平他也知道就是說 中國大陸的經濟要進一步發展是要進一步的開放 而且跟國際的大企業接軌啊 那麼 互有互通有無 那去年11月事實上這個習近平在舊金山手 已經跟這些企業界老闆在美國都見過面了 那時候他們要花4萬塊錢買一張票啊 跟習近平同桌啊 這次習近平坐東啊 他們有機會還不趕快留下來啊 本來他們就抱著期望去的 那我覺得就是說這個整個這個美國企業顯現就破除一大堆就是說 這個暢衰中國經濟論的西方的媒體 還有有一些西方政府不斷的就要暢衰中國經濟 那麼我覺得的話這些是政治理由 在對經濟發展的潛艇啊 做一種預測啊 這個不準確 真正啊這個中國大陸的經濟啊 他要看他有沒有潛力跟未來性的話 跟他最近的這個未來的發展 還是要看大企業 他們實際在裡面 他們在水池裡面游泳的 他最知道水溫 那從這一次這些大企業啊 這個蜂擁而至 蜂擁而去北京啊 再接下來又修改行程啊 這些領袖啊 那就看出來他們對中國大陸的經濟啊 呃 是看 對 所以其實我們看看這個習近平等於說 親自跟這些美國的企業來喊話說 希望你們可以多交流 多在這個中國大陸來生根了 而且他們的大合照也可以看到 很明顯的 習近平站在中間 但是第一排的這個官員們呢 也都跟企業領袖交叉著站 這一位是王毅啊 王文濤啊這樣子 還有這個企業的一些領袖交叉站 給足了尊重 那其實他會見這些美方人士哦 呃大概歷時是90分鐘 外界也注意到啊 這些美方代表在各自的領域都非常有影響性 比方說像是保險巨頭啊 還有投資這個巨頭黑石集團 高通的總裁啊 輝瑞的總裁啊 甚至還有哈佛跟乃迪學院的院長哦 一些這個國會的要角都在這個會中也都有發言 所以時間是一個半小時 那大家都有這個平凡的這些交流 那他們講說呢 當時在邀請函是 其實是在這個等於說高層發展高層論壇 最後呢 他們就有收到一封這個邀請函 那因為沒有署名哦 所以這些美氣CEO都有這個默契 想說啊這個是來自於習近平的邀請 所以大家就紛紛改行程 要在中國大陸再多留幾天 然後為了要跟習近平見上一面 那我們看看這個彭博講說 這其實是在論壇結束後才這樣子交給了這些CEO 那他們知道說這些要角哦 過去有跟習近平在舊金山見過面 當時的邀請函也都是這樣子來發出來 所以他們就默契啊這個是老朋友來的邀請函 所以他們就很自然而然趕快就去更改他們的行程 那現在呢 華爾街日報或是一些美國媒體看到這些企業大佬們 很積極的在中國大陸的一些投資啊 或是深耕的動作 坐不住啦 所以他們就積極的要勸 勸退他們 然後他們說 在華的美國企業生存空間 受到許多的因素的擠壓 包含地緣政治的緊張關係 有針鋒相對的貿易 還有出口措施 那還有這個中國大陸對於自己自足的需求跟追求 所以他們好像想要勸退他們不要在中國大陸多做投資 那另一方面呢我們看看這個旅特也去到了這個中國大陸來進行訪問 那其實習近平也對他講啊 他們是站隊在美國這一邊的 也就是劉建超跟李顯龍見面了 那他說 他說是要發表了嗎 那相關消息哦 這個在華為超話裡面講說 據說今天會上架到華為商城哦 所以讓大家非常非常的期待 還不止如此哦 就其實就連這個滋伯燒烤又再熱起來了 那你看看那個店家為了要求個悠閒還自刷差品 就說啊這個希望大家不要來吃 結果沒想到還有很多人留言說 我就要來吃吃看有多難吃 讓這個店家真的是有一點 就是不知道該喜還是該憂 那所以馬凱碩難怪會這樣講 講說這個中國人決定要富哦 要富起來沒人可以阻擋 我們來聽一下 好首先我們來請教一下介老師 我想習近平見美國這次去大陸訪問的這些 工商業界的這些巨頭 這個第一個這些不是一般的中小企業 都是美國在各行業的 領軍的行業 而且他們的這個實際的負責人 我想它的意義其實很清楚 就是向這些美國的工商業界 傳遞一個訊息 就是雖然就是說美國的政府對中國極為擔有敵意 採取了很多脫鉤鍛鍊 甚至 違反國際貿易法的這種制裁的這種作為 中國大陸方面 對美國的工商業界基本上 維持開放歡迎 然後 給予市場開放 跟尊重他們在中國市場發展權 這個政策 只會往前走不會往後走 因為一般國家碰到一個不友善國家的話 他會相對的這樣報復的 可是 我想習近平跟美國的這些工商業領袖 傳達最大的訊息就是說 中國的大門還是開給美國的這些公司的 他們可以在中國大陸盡量來做發展 中國大陸的是全面配合的 所以這個背後反映了就是中國大陸在面臨 美國設下的各種這種對中國大陸經濟發展 還有經濟現況的這種不利的這種作為 敵視 破壞 抵制 或者說怎麼樣 攻擊性的作為 中國大陸的 最重要的回應方式 就是把中國大陸市場開放的更大 用更開放來抵制美國政府的 這種對中國的封閉 然後一種不友善 所以我想這個訊息是既大聲也很明確 那麼而且由習近平親自出來 跟這些大佬見面 那我想 當然目的是什麼 目的我想中國大陸現在這個政府 過去真的一樣非常目標指向 我想中國大陸現在從習近平到李強 我覺得他們有一個具體的可衡量的指標 就是今年2024年中國大陸的經濟成長率 要盡一切手段達到5% 那有人這個國際組織像IMF 像World Bank給中國大陸今年的這個經濟成長的指標 是4.5% 其實問題不在中國大陸的經濟問題 問題在國際的需求減低 那麼國際主要的市場本身經濟不景氣 像比如說 像歐洲的市場就很不景氣 那美國的採購能力也是有問題 再加上美國政府對中國的不友善 所以中國大陸設定了一個5%的目標 我覺得大概就是要全力以赴 你就看中國大陸的政府 為了達成自己設定的目標 他們是等於說是全力以赴 那最近中國大陸在這個所謂的開放上 也不是只說不做 因為讓全世界尤其是金融業都感到很震驚 中國大陸開放外資在銀行及保險業 可以100%持股在中國開設公司經營 這個對很多國家來講 都自己都做不到的 可是中國大陸居然有這種程度的開放 所以我覺得他們決心是很強 而且也不是光說不戀 可能會有更多 我覺得開放中國不管是製造業 還有服務業市場的這種措施 我覺得今年可能都會相繼出 剛剛說今天看到這樣一個消息 他說要抗中對抗中國親門大戶 他們說現在要以藏學來培養強化前線的軍力 他們就很好奇 就進去看一下說 這是什麼樣的一個新的抗中方式 結果他講 他說他們要有為期六週的藏學課 就是要去參觀藏傳佛教寺廟還有藏族的村莊 然後他們還希望可以把這個課程延長到12週 我們就聽完想說 了解藏傳佛教就能夠抗中嗎? 在台灣都還在那邊講說什麼宗教什麼 是中國神什麼 結果印度是反向操作去了解佛學 還有看到印度的外長 他們講說在這個印中關係上面 我們絕對不會在邊境問題有任何的妥協 他說中國對於邊境的主張很荒謬 從頭到尾都很荒謬 所以他們現在有一個新的做法 就是他們要來蓋這個邊境圍梨 那他說10年要斥資37億美金 就大概台幣1100多億元 要蓋長達1610公里的邊境 來興建圍梨 那剛好就比起美國多10公里 因為美墨的邊境是1600公里 所以展現出來比美國更強的大國自信 要用這個邊境圍梨來解決這相關的問題 甚至呢印度人還喊出來他們要守護印度洋 那他們現在有11艘的潛艦說在海上執行任務 這是印度有史以來最多的一次 可是這樣子能夠反制中國嗎 因為中國大陸的潛艦就至少在這個維基百科上面寫說 就是有60艘喔 所以感覺起來印度的自信真的是很大 那在這樣子的一個公眾場合 米爾斯海默我們知道這個是大國政治的一個大腕喔 那個當時精準的預測了俄乌戰爭 那他去那邊接受訪問的時候主持人是印度人 他就講說未來世界的三級是中美俄 那印度的主持人就問說那我們印度呢 我們來看看米爾斯海默的回答 What about India? Where do you see India standing in this? Well I would say first of all India is an aspiring great power The two building blocks of power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re population size and wealth You need a great deal of wealth And you need a lot of people to qualify as a great power What India has for sure is population size And it's growing wealthier and wealthier by the year I think according to most accounts It has not yet reached the point where it qualifies as a great power 講了一個殘酷的事實 就說印度很有報復但還算不上大國 我們來問一下建老師 講這個印度跟緬甸修這個圍禮 基本上是因為這邊有一些少數民族 事實上被印度統治 事實上他要從印度脫離印度獨立 比如說有一個邦國叫Nagaland 在邦國事實上他土地被分成一邊在緬甸一邊在印度 所以呢這些要追求從印度獨立的人 他可能會躲到緬甸這一邊來 因為兩邊都是他們傳統領域 那所以這個國家為什麼被分裂 就是英國當時這個殖民主義 去侵略人家這些傳統這些民族的土地的時候 把它分開了 那印度一獨立 英國人侵略的土地都屬他的 就是一邊收了一大堆 收了一大堆根本不是印度人 那當然是比較偏向於緬甸族的 那現在印度有一個東北角 就像我們叫阿薩摩 那裡面天天印度在裡面大開沙街 為什麼 因為那邊不跟印度人無關 歷史上是無關的 然後他們不希望印度人的統治 前幾個月你記不記得印度族群衝突 就在這個區域 它裡面民族複雜 所以他會收1200億 跟印度緬甸 就是因為他侵佔了別人的土地 他現在要靠這個圍禮來永久化 所以印度是實行大印度主義 那所謂這個他會尊重藏族 我覺得他根本就是想用對藏族的了解 來控制現在屬於藏族的兩塊土地 一個就是現在的藏南地區 7萬平方公里的土地 跟印度人根本就八竿子打不到一些關係的 歷史上 藏族是藏族 印度是印度族 所以他現在侵佔了我們中國藏族的土地 他想要永久侵佔 所以他就花樣很多 那事實上我認為就是說 以印度人的做法的話 我覺得藏族在藏南的話 我想生活也是很困難的 因為印度他只要力量大 他就會把你吃掉 像過去像錫金 這個印度在馬來西亞 在這個喜馬來亞山的小鍋裡面 像錫金就被印度併吞了 他併吞之前用什麼方法呢 大量印度人進入錫金 最後印度人變成主流 他現在用這種辦法吃尼泊爾 他要吃藏南 所以印度才不會尊重什麼藏族文化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要多了解一下 歷史背景就會很清楚 所以印度事實上是在 在藍亞實行大印度主義 對周邊的少數民族 這種做法非常殘酷 所以他跟周邊所有國家 都有過武力的衝突 他所有的鄰國 都對印度 都跟印度發生過極大的衝突 所以這一千 這個邊境為理 就表示他跟緬甸的關係很糟糕 發布會同時在線有多少人 其實我看到他有一整張 直播平台 大概有快上百個直播平台 都在直播什麼快手 什麼各式各樣的平台 通通都有在直播 那他只有光算這個 在微博直播的時候 有五百萬人在等待 抖音直播點讚有五百六十萬人 然後到了宣布價格的時候 微博直播的觀看量 直接到三千七百萬 所以難怪昨天微博的這個詞條 就二三十條都是小米 那連這個未來汽車的這個李斌 跟雷軍也這樣子 兩個人拍了一小段短影音 他就說 因為他兩個人是好朋友 他說哇 你這個價錢太猛了 搞得我新車都不好定價了 我們來看看 雷總祝賀 祝賀咱們收起太猛了 咱們到底一米八和一米八一直打 我們這個可以真的測試一下 測試一下 那你今天這個太猛了 我們這個會不會樂到 這個車都不好定價 沒事的 兄弟們一起努力 一起努力 樂道也加油 要加電 加電 以後說加電 對所以看起來這個 中國大陸的電動車 真的開始打起團體戰了 大家也彼此祝賀 彼此看到你的這個汽車成功 電動車成功 也都是願意送上祝福 那對抗的當然是外來的電動車 那我們看看雷軍的講法是 這是他人生最後一戰的開篇 那在3月25號的時候發文 他說三年前小米的官宣造車發布會上 我說這是我人生最後一次創業 我願意壓上我全部的身運 為小米汽車而戰 過去三年我每天都戰戰兢兢 經歷各色各樣的困難以及挑戰 但我的內心一直有一個聲音 就是向前 這是小米汽車賣出的第一波 也是他人生最後一戰的開篇 而且他看到連蘋果都放棄了 他說這三年實在是太難了 我們來聽聽 造車三年來呢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 造車真的是太難了 難道連我都沒想到 連蘋果這樣的巨頭最後都放棄了 所以今天每一個還在堅持造車的人 都是我們這個時代的英雄 值得大家真心為他們點贊 好所以真的 這個大陸的觀眾 或者是大陸的民眾 看到了這個消息 真的都是猛力的為他點贊 而且點這個下訂的這個訂單 點不到啊 那但是呢 在美國眼中看起來 就不是這麼個滋味了 就是感覺好像挺眼紅的 一輪下個月訪問中國大陸 就是要為著說 你們這個價格太便宜了 你不可以用這麼便宜的價格 導致像美國最近傳出來那種 什麼裁員的消息啊 或者什麼的 都是跟汽車方面有關的 他們的廠啊 可能員工都就是 賣不出去 不需要那麼多員工 都開始有一些裁員的消息出來 所以他就在批啊 這個電動車才能過剩啦 他說中國大陸的電動車 廉價出口 導致呢 現在供應量過剩 損害其他國家的經濟 所以他要在訪問大陸期間 就大陸補貼太陽能板跟電動車 這些產業造成出來的負面影響 提出警告要大陸解決 那再來還有日本的媒體講說 美國的下一步是什麼呢 他說美國政府跟聯邦國會 正在採取對策 要對大陸的純電動車 徵收超過百分之百的關稅 又要做反制 打不過人家就用反制的方法嘛 我們來先問一下 介老師怎麼看昨天小米的轟轟烈烈的上市 我覺得小米這個新的電動車推出來 這個行銷 這個手法太成功了 它這個產品還沒上市 已經造成各界極高的期待感 然後呢有很多懸疑的地方 大家也很好奇 像我也被這一波小米汽車上市 這個蘇7上市 我也掉在那邊 我常常有時候睡覺的時候在想 這車定價到底多少錢 買不到你在那邊樂 可是這就變成我已經被它吸引住了 而且在我這個心頭圍繞了好幾個月了 因為我最早預期過 我看這個車 我說這個車搞不好要40到45萬 45到50萬左右 人民幣 人民幣 因為我覺得所有的商品它最重要 它是要在那個市場的區隔裡面 它放在哪一個區塊裡面 它要鎖定它的顧客是什麼 就要放在哪一個位階 車子有很多極高端奢華 中高端、中端、中下、中端、中下 它要定位 那跟它價格有關 你看它的定位它整個給我感覺 因為這個車子是Porsche 是保時捷的設計師設計的 所以很有Porsche Sedan的感覺 所以我就在猜想 而且雷軍也耍我們了 雷軍說過這輛車會是很貴的車 他們講過好幾天 價格竟然是國民車的價格 對 結果 要讓人嫉妒死了 結果上個禮拜 各界猜是26.5萬 26.5萬 我就懷疑他們可能已經放出來一個風聲 26.5萬 結果今天我剛看 有找 我看21.5萬 我老天啊 我說這個價錢 白菜價是不是 我已經有這個感覺了 你知道 因為我心裡面 我覺得26.5萬 當時 我就說 26.5萬 那可能就基本款 我都已經覺得勉強 會接受市場的這個猜測 然後沒想到今天21.59萬 這就是 這就是它厲害的地方 那這個 我覺得它整個價格很小米 什麼叫很小米 就你去小米的店去看 你覺得這個蠻高檔的店 怎麼一個都做很盡量 結果你一看夏天以後 你說 嚇到 立刻掏錢說買了 立刻買了 他的手機也是這種策略 對 我每次去小米的店 我有時候買一個街頭 我想這挺貴的 你要買一個什麼 這個正牌的 或怎麼樣 有牌子 一個起碼500塊錢 對 600塊 你都會覺得差不多 結果你一問多少 2 299 小米Watch也是啊 對 小米手環也是啊 也簡直是 我從第一代買到現在 我從第一代買到現在 真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定價真的很小米 我覺得真的是很小米 又沒有讓這個 所謂的米粉失望 對 那我只有在台灣 我只有旺洋心態 我真的覺得21.9萬 還不趕快去買一台 可是我怎麼去買呢 台灣進不來 我們這邊對雷軍喊話 趕快把這輛車送到台灣市場來 我們等著買 以前賣5萬輛 我們台灣一天搞不好也可以賣到5千 我也看過了同樣的報導說 這一次啊 中國太幸運了 結果美國啊 很難找到證據啊 說這跟中國大陸有關 沒想到美國人還這麼天才 還可以憋出科幻的內容 還把 你知道 趙安吉已經過世了 對啊 過世人也拿來做文章 對 那他如果沒有過 我剛才講說他現在怎麼可能影響得到 對 最近在網上上有一個梗圖一些 中國實在太幸運了 因為這次巴爾迪摩撞船 有兩件事情 讓美國想要栽贓給中國都不能栽贓 第一個 這艘船不是中國造的 是韓國造的 第二個 這艘船上24名船員 全部是印度籍 沒有一個中國人 沒有一個中國籍 這實在太幸運了 兩邊你只要有一個 船員找到有一個中國籍的 然後各個船又是中國造船員 那完了 那美國全美搞不好要恭敬 要開始怎麼樣 要把對中國大陸進行一判 徹頭徹尾的一個鬥爭 不過這個太過分的就是說 你把趙安吉扯進來 對不對 然後這個說是他曾經是這個 這個船公司的前執行長 那我覺得他會在他在事時候 他會去預測出來說 這艘船什麼時候會經過哪裡嗎 就是太離譜了 可見現在美國人基本上 對自己多沒信心 自己出的狀況都要推給別人 那這種就是說 找這個替罪羔羊 是過去這種美國社會是蠻流行的 可是到今天玩到這種歇斯底里 完全這種失去理性的狀況 這個我覺得問題就不出在中國了 問題出在美國這個社會了 他什麼事情他沒有反省能力 出了狀況都是別人 對不對 那出了好事都他自己 一個人進入這種心態的時候 大概也差不多了 一個國家整個的社會心理是如此的話 那這個國家看不出有什麼光明的前途 嗯